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什么都自己扛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自己来查 你想查什么 又是你们 陆昭昭 别来无恙了 你们来做什么 天真 这样能查出什么来 是你吧 皇府前庄最近那些麻烦事 都是你做的 你为什么要一直针对皇府家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得做什么 这个游戏规则是我定的 哦 对了 顺便提一句 酒消散 无药可解 赵昭 姑姑 我看你最近心事重重的 是我大侄子最近疏忽你了 没有没有 确实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她呀 从小就这样 当年 她娘走得早 爹去了青城山修道 这钱庄的重担 就落在了她肩上 她已经习惯独自承担了 我看你了 你想做什么 我什么也没做 茶坊这儿了 我出去了 少主 你干什么呀 我什么也没想做 你学我的 不行吗 你还弄我痒痒 我可是要还手了 你究竟是怎么了 白天好端端的 你就突然晕倒了 我没事 可能 是最近没有休息好 是我对你的关心不够 害你跟着皇甫家受连累 我 皇甫医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 我 我就是想多看看你 那你看吧 皇甫医 我们这样的日子 不知道还能有多久 他这是怎么了 心情不好吗 恒火阑珊 成风里 漫不过花细 渐渐少议 不说明 其实只为你 不知从何时起 开始对你在意 或许 少主 嗯 怎么了 光灿难月月里 没有 就想多喊喊你的名字 如果有一天 我不在你的身边了 没有这种如果 我也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我相信 我用我的手心 感受你的手心 像一个很美好的 故事未完待许 像一个美好的 故事未完待许 最后一刻魂归完了 少主 少主 怎么突然想起房约花了 少主 你何时这般有情趣 又懂浪漫了 少主 我本来就是一个 懂情趣 又浪漫的人 洪府衣 谢谢你 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就像烟花般 短暂而绚丽 你 气血充盈 脉象却时伏时辰 忽快忽慢 难以捉摸 不像是患病 更像是 中了蛊毒 一种早已失传的蛊毒 酒消散 对 没错 就是酒消散 据我所知 这个世界上 能治此毒的人 屈指可数 此毒闻起来 好像是蜂蜜 味道呢 又几乎寻常的米酒 对了 治毒之人少万处 必有红点 难道是 和小时候 一模一样的小红点 你是傅宇 小宇哥哥 你终于认出我来了 怎么可能是他 好香啊 里面是不是装了好吃的蜂蜜 不能喝 小宇哥哥 我不是要偷吃 我是觉得他的味道很独特 所以才 你这个小丫头 好奇心真重 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 这里面装的是不能吃的毒药 是一种闻起来很像蜂蜜 吃起来像米酒的毒 毒药不是会害人吗 小宇哥哥 你为什么有这种药 你别害怕 我们家的毒药 只会用来对付坏人和敌人 而你是我的家人 是我很真实的家人 你别害怕 赵州 你要去哪儿 是不是对制毒之人有头绪 我跟你一起去 不是 我想出去走走 冷静一下 琳琅 这件事情 拜托你一定要帮我保密 不要告诉别人 尤其是少主 行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奶奶 你来了 派我去刺杀黄府衣的人 是不是你 你在说什么 奶奶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爱却要离凡 莫非是那宿命 偏偏要不能及 莫非只能断了这份情 纵然有万点愁绪 万般的温馨 轻微是一切 那与绝情碎裂 就是心定了情 可如今却有所一刻珍惜 这一片还是梦在相见 或是再也不见 梦人是否挂念